两男一女正在吃饭,突然 愤怒的枪手手持微冲,疯狂倾泻着子弹 三人躲在柜子后面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拍 直到其中一人推倒桌子,才勉强将枪手掀翻在地 三人得以缓口气,对枪手进行围攻 怎料枪手不讲武德,见势不妙顺势逃跑 对于三人而言,这场劫难仅仅只是个开始 三人隶属于美国的一个特殊部门 专门从事一些见不得光的暗杀任务 几天前,我们的男主背领,接到上级命令 前往马尔他地区,拘杀一位邪教领袖布巴洛 以及他的几名部下,同时还需要救回他们的同事爱子 布巴洛在马尔他地区,靠着洗脑以及其他强硬手段 操纵以及组建自己的政权,将马尔他地区搞得乌烟瘴气 当地民众苦不堪言,几个月前,上级派出号称死亡夫人的爱子 前往马尔他地区,拘杀布巴洛跟他的部下 结果任务失败生死不明 直到两天前,上级接到爱子的求救电话 得知对方并没有死,而是被一位善良的医生救下 贝利接到任务,带着搭档大壮即刻出发 前往马尔他地区,找到布巴洛的据点 此时,这里正在举办盛大的派对 贝利找到一处绝佳狙击地 大壮则找机会,干晕一名守卫 换上对方衣服,潜入派对现场 大壮身兼数值,一是负责找到爱子 二则是将布巴洛手下干将引到天台上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布巴洛的主要手下 他们分别是组织宣传部长安娜 安全主管马里奥 布巴洛的私人会计卡特里纳 律师屠夫,远处的贝利 看到安娜正在别墅外打电话 因为对方身边有保镖 所以贝利暂时无法下手 另一边,大壮进入派对现场 冒充组织成员,接近马里奥 谎称卡特里纳在天台等他 之后大壮顾忌重施 以相同的计谋,引诱卡特里纳前往天台 就在这时,贝利通过一处厕所窗户 看到了屠夫,就这样 他成了贝利今天手下的第一位死者 杀掉屠夫后 大壮第一时间前去处理现场 接着他开始寻找爱子的下落 大壮通过跟踪医生,找到了爱子 撤离途中遇到保安阻拦 爱子人狠话不多,直接将人干掉 与此同时,贝利瞄准天台 一发子弹秒杀马里奥两人 解决完他们 贝利百步穿羊干掉安娜 此时,顾巴洛也从别墅里出来 走进了派对现场,在大壮等人的不断督促下 贝利瞄准射击一气呵成 解决完布巴洛 贝利赶去和大壮几人会合 逃去安全屋躲避 在这里,他们跟上级取得联系 后者声称明天安排飞机 护送他们撤离 等到挂断电话 爱子讲述了自己前些日子的经历 爱子来到马尔塔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他花了三个月时间 潜入到布巴洛身边 成为他的宠儿 这晚,爱子准备在服侍布巴洛的时候 将其秘密暗杀 怎料,却被安娜发现 对方拔枪将其射伤 爱子忍着剧痛 勉强翻窗逃跑 路上遇到医生被对方救下 之后的日子里 爱子一直躲在医生这里疗伤 后来医生给了安娜一部手机 后者才得以联系上组织 寻求上级的帮忙 故事讲完 贝利提议今晚睡个好觉 明天乘坐飞机回到美国 没想到,第二天意外发生 醒来的贝利 发现医生大壮跟汽车不见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贝利立马叫醒爱子出门寻找 另一边 医生开车来到一处闹市区 他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下了车 下一秒 大壮从后备箱里钻了出来 原来 大壮发现医生要开车离开 偷摸上了车 他跟在医生身后 来到一处咖啡厅 只见医生打开电脑 不知道在弄什么 大壮见状 联系远在美国的黑客朋友皮特 拜托对方入侵医生电脑 发现他正通过暗网 跟一位神秘人沟通 贩卖一个代号为马尔他之鹰的东西 皮特通过持续监视 得到了两人的交易地点 他第一时间 把位置告诉了大壮 后者随即联系贝利两人 三人收拾好装备 前往交易地点设复 贝利藏在远处 通过瞄准镜 观察现场的一举一动 不久 跟医生交易的买家出闲 对方是一个日本人 贝利并不认识对方 然而 当爱子看到买家的那一刻 整个人的情绪都变得不安起来 原来 和山本交易完成 爱子难掩内心愤怒 率先出手射击 山本见识不妙 急忙上车离开 在混战过程中 医生不慎重担 爱子上前抓住医生 质问对方 究竟在跟山本做什么交易 可惜还没等医生张口 就因为伤势过重领了盒饭 而山本则趁乱逃离了现场 事情发展到这里 爱子向贝利两人 说起了自己身上的故事 爱子自幼父母双亡 被山本收养 但山本是个杀手组织的头目 在爱子十岁那年 山本对他进行魔鬼式训练 将其打造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 爱子帮他杀了很多人 后来为了摆脱山本的控制 在一天晚上 爱子开枪射杀了山本 然后加入了贝利所在的组织 山本的出现 意味着爱子的那一枪 并没有要了父亲的命 与此同时 山本刚回到住所 就遇到了大难不死的安娜 此刻 对方手上 有着一段山本跟医生交易的监控录像 布巴洛组织真是渗透的无处不在 得知安娜在找爱子的行踪 山本表示自己也在找他 与医生交易 也是为了获得爱子的位置 常言道 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 所以两人就此达成合作 山本交出跟医生交易的东西 一步能够找到爱子的监控手机 就这样 安娜部下带着手机 前往追踪爱子 而爱子一行人 对此还浑然不知 正坐在街头店里吃饭 忽然杀手手持微冲出现 对着三人就是一通疯狂扫射 直到贝利将杀手掀翻在地 爱子几人才得到喘息的机会 三人采取包围之势 试图将杀手围住 殊不知 对方手上有爱子的实时位置 眼看即将被包围 杀手果断开溜 毕竟 刘德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杀手逃走后 贝利接到皮特的电话 得知了医生交易的马尔塔之音 是一个监控系统 这时 贝利想到了爱子的手机 随即将其摧毁 贝利防止其他人身上 也被医生安装了GPS 于是 贝利跟大壮也果断抛弃身上手机 只是等摧毁完手机 贝利才想到 他们还没有将情况告诉自己的上级 而上级在与贝利他们锻炼后 急得心急如焚 他找到皮特 了解完基本情况 上级怀疑贝利被抓了 于是带着皮特前往马尔塔救人 贝利这边分头行动 大壮去买衣服 爱子负责导车 贝利则在地下军火商手中 买来了大量武器 一切准备就绪 贝利三人展开行动 为了验证他们之前车上是否有GPS 三人把车开到了一处山路上 自己则埋伏在山上监视 一连等了九个小时 都没有杀手的踪迹 看来车上没有追踪系统 就在贝利几人松懈之时 杀手突然从身后出现 爱子反应及时 一脚由门冲了出来 杀手在身后穷追不舍 大壮转移到后车厢 拔枪对着杀手怒射 一轮射击过后 杀手腹部中弹才放弃追击 怎么说呢 车玻璃都没损 贝利三人回到旅店 思考杀手是怎么追踪到他们的 就在这时 贝利想到医生曾给爱子做过手术 难道他是把定位器缝合在伤口里 想到这里 贝利跟大壮将爱子的伤口割开 果然 在里面找到一枚定位器 看着定位器 贝利两人心生一计 利用定位器设下陷阱 将杀手引了过来 就在这时 杀手身上电话响起 爱子接听 对面传来山本的动静 听见女儿的声音 山本意识到 杀手失败了 爱子跟山本约见面 想要解决两人之间的恩怨 不久 山本派车前来将爱子接走 贝利两人不放心 偷摸跟了上去 另一边 上级带着皮特来到马尔塔 潜入布巴洛组织基地 皮特负责入侵组织网络 调取基地内的监控系统 跟着皮特两人又借助监控视频 干掉沿途遇到的手下 悄悄潜入基地内部 爱子与山本见面 本来说好是一对一 怎料 山本这小子不讲武德 居然叫来了安娜 山本掏出手枪 准备处决掉爱子 后者见此情况 立马夺枪先是秒掉安娜 跟着控制住山本 就在这时 贝利两人被安娜手下带了上来 在他们的胁迫之下 爱子被迫放开了山本 山本趁机离开现场 留下爱子跟保镖对峙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枪响 保镖当场应声倒地 原来 是上级带着皮特赶过来 贝利跟大壮挣脱束缚 捡起地上的枪 与后面冲上来的小弟进行护设 贝利他们合力清除掉手下后 开始追击山本 皮特不懂射击 选择趁乱离开现场 前往安全地点等候 贝利顺秒沿途遇到的手下 他枪法惊人 一枪一个小朋友 大壮也是不甘示弱 威冲在守天下我有 而爱子这边 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一人单挑数十名壮汉 爱子捡起武器 与其进行搏杀 经过一轮精彩绝轮的战斗 爱子取得最终胜利 然而 他们几人忙活半天 最后竟让皮特遇到了山本 他躲在房屋里 看见逃跑的山本 本想躲过去 怎料 被对方发现 皮特只能硬着头皮杀出 眼疾手快胡乱扣动扳机 将山本击倒 皮特接连补上几枪 把山本制服 影片最后 顾巴洛组织被连根拔起 山本则被送上法庭 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贝利几人则回到美国 准备下一个任务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 狙击精英之绝对反击 一部最新上映的美国动作片 小成品电影 打戏不够精彩 剧情也是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整体来说不值得观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 我们下个电影